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威哥奇谈录 今天威哥要给大家讲讲关于上古十大狮王的故事 首先,关于上古十大狮王的来历 那就必须要先说一下被称为上古十大狮王之首的猴 宇宙初始在混沌的宇宙中孕育着一位上古的大神庞古 盘古逐渐成长,最终手持盘古谷完成了开天霹雳的创举 自盘古开天霹雳之后,天地虽然形成但却没有生命 又经过了数万年的变化,盘古的身躯逐渐演化成了四位谷神 分别是浩天、羽娃、福西和吼 吼是由盘古大神的头骨所化,不拥有堪称无敌的身躯 当然吼不仅身体飙悍,而且它还是以龙为食 就算是同一时间存在的另外三位谷神 想要联手破开吼的身躯,都需要花费一番大力气 而且传说中的吼不仅仅是万寿的始祖,同时也是僵尸的始祖 据传,当年皇帝和此游大战,惊动了整个三界 而吼作为四大谷神之一,在无意中发现了人间的大战 最后的玩心大起,趁机霍乱人间,搞得人间森灵涂炭 而同样作为四大谷神的吼蛙,自然不忍心看着吼趁火打结 随后便联合了伏羲要一同灭杀掉吼 但是吼拥有四大谷神中最强悍的体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它的肉体 即使吼蛙和伏羲联手,也无法伤害到吼的一丝一毫 无奈之下,伏羲只能利用八卦阵暂时将吼的身体困住 随后和吕蛙联手攻击,才将吼的三份元神逼出肉身 伏羲和吕蛙原本以为只要将吼的这三份元神进行封印就可以困住吼 可是不成想,吼蛙和伏羲还是低估了吼的实力 没过多久,吼被封印的那三份元神就冲开了封印,四处飘上 最后分别附身到了皇帝之旅的吕蛙 看守皇权明海的银沟,以及底的亲地利后亲身上 使得这三人变成了新的僵尸王 而吼的肉身,由于吼之前向浩天要了一根神树的树枝 此时的吼在于伏羲和吼蛙的激战之后 身体表面到处都流淌的血液 而神树的树枝接触到这些血液之后 竟然突然钻入到了吼的身体内,占据了这幅身躯 而这根神树的树枝最后竟然化成了新的魂魄 变成了另一位十分厉害的僵尸王蒋成 最终,吼虽然在和伏羲吕蛙的大战中战败 但是他以一化世,变成了四大僵尸王 而这四大僵尸王要被称为始祖僵尸 继续维护人间 那么其余的九大僵尸王还有什么别的故事 请接着上看下集 好了,这就是上古十大僵尸王排名第一位吼的故事 有喜欢这个系列的观众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或者投个免费的硬币来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各位观众,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